全台灣最火紅的一個英文單字呢 就是這個Bumbler 為什麼呢 因為上禮拜五的時候 英國移民很知名的這一個 英國的經濟雜誌登出了一個標題 他們上面寫的是說 Mala Bumbler 而且裡頭還翻譯出來是說 其實這個馬英九總統 他是一個失去光環的錢萬人民 當時這報導一出來 大家都在想說 到底這個Bumbler什麼意思呢 所以其實我們昨天也帶你來看到了 這Bumbler解釋就是說 是個笨蛋愚蠢失敗者 或者是說是做錯事的人 無能的人 或是因為無能而犯下錯誤的人 另外也是笨拙的人 這報導一出來 大家這是舉國話 然後想說想不到我們的總統 竟然被外國的雜誌說 是一個無能 是一個笨蛋嗎 結果當天的晚上 總統府是立刻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當時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說出了16字的真言 他們就說 我們會來持續檢討 會來積極趕進 而且會上井發條 全力以赴 只是想不到這個持續改進跟檢討 才有兩天而已 禮拜天的時候 他們就傳出說了 這馬總統聽了之後 是非常非常的不高興 因此就是指示了 這朱英代表來適度的提出抗議跟投書 還有澄清 但想不到這消息一出來 更是引起這全國的討論 大家都想說 那你到底是要澄清什麼呢 澄清自己不是笨蛋嗎 結果這樣討論 持續發酵之後 總統府現在就發出了聲明稿 他們就講說 其實不是總統講的 因為我們總統從沒有下令說 要求外交部抗議 他們只是要求 這駐外單要適時的反應 而且這新聞稿 一發就是兩次 因為這第二頻道還補上了一句 他就說 其實是這個總統府的公共關係式 他們依著標準的作業流程 是要求駐外單位來適時的反應 換句話說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總統 他真的是很虛心 來接受這些檢討跟討論 而且他絕對沒有要求 都是下屬去來揣摩上映 而發出了這樣的一個討論 結果果然溝通 跟這樣的一個反應 達到效果了 因為今天包括亞洲版的主編 他特別來回函了 他就說怎麼樣 他就說 他覺得台灣媒體 真的是很不負責任的錯誤翻譯 怎麼會把Bumbler翻成笨蛋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翻譯 而且他就說 Bumbler這個字 其實是形容一個人 形式很猶豫 絕對沒有侮辱的意識 換句話說就是你們台灣媒體 英文太差了 怎麼會把Bumbler 放進成笨蛋 明明就說形式猶豫 而且他沒有在侮辱 好了 我們看到了 其實外國雜誌 是做出了這樣的一個悔寒 到應該來講 目前應該覺得說 好 這個事情應該要到一段落 但想不到沒有 因為還看到沒有 我們總統府說 要來適時的反應 因此我們看到 這個外交部持續來反擊 包括了什麼 他們還再一次的 來寫信給他們 他們就說 其實他們跟英國講說 你看看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就講過 我們去年2011年 台灣每個人是3.77萬美元 是第一次來超過英國 而且不只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包括了經濟學院的通訊社 他們也是說 這個去年台灣的購買力是4.13萬 是高於你們英國之外 還超越了德國 法國 日本跟韓國 不只這樣子 還有包括我們馬總統 最愛提到的調查 就是這個瑞士洛商的國際管理學員 他們也說了 這09年台灣的排名是世界23 不過我們看到了 這個2011年跟今年的世界排名 都開始上升了 同時事業率也是一樣 是維持到4.23% 另外還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 也是一樣 看到我們都低於新加坡 南韓跟香港 最後來到更猛的 他就說你看看 如果總統我們不要比其他國家 我們拿我們跟台灣 跟英國來相比的話 看到沒有 我們的面積只是你們的七分之一 我們人數還是你們的37%而已 可是我們去年台灣的貿易總 是超過你們英國的 這1.1兆的一半以上 看到沒有 這是不是呼應到我們昨天 這個鴻海集團的總裁 郭台銘講了 管好你們英國士就好 幹嘛管台灣呢 只不過我們還講的是說 講了這麼的多 其實我們不要管 這個Bumbler到底是笨蛋 到底是無能 還是做事很猶豫不決 因為畢竟經濟學人雜誌 不是大家說英語 大家教大家來學英文 而當然我們也不要管 我們去年的訴到底怎麼樣 英文確實這篇雜誌 就是看到我們現在 今天的台灣的一個狀況 而寫出這樣的報導的 因此我們就想問了 如果說我們的政府 這麼喜歡去跟著別人 因為一個Bumbler 而讓大張旗鼓的去更正 為什麼不來仔細檢討一下 這個報導有沒有錯誤 到現在還沒有更正 是不是代表說 就漸漸來同意跟認同 這一份報導的呢 不過如果照這個段兄 他所擔憂的 馬總統恐怕因此得了重度憂鬱症 那只能說馬總統的格局不夠大 他的民主素養太差 他沒有辦法聽盡別人的意見 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其實我們仔細來看 不管你是抗議 澄清還是反駁 到底經濟學人裡面 他講的有沒有一些 確實是馬總統您犯的錯誤 他有沒有道理 比方他第一個批評你 蠻意度奏教 說馬總統08年當選總統的時候 台灣民眾曾經對您寄予厚望 而馬英九在這個時候 形象非常的清廉 再加上跟陳水扁兩相對照之下 確實在當時廣受歡迎 但是沒有想到連任之後 根據TVBS的最新民調顯示 馬總統的滿意度已經降到13%了 這是空前的低點 而國人在這個時候 似乎已經有了一個共識 那就是馬總統是一位刑事猶豫 而且徒勞無功的總統 第二點他又批評馬總統 說你在上任之後 讓人民的生活至今沒有改善 薪資水準確實已經停滯 有十年之久了 而且他舉了一個例子 說台北市周邊 原本是勞工階級居住的住宅 房價現在卻高達全國 平均年薪45萬元的40倍 公益人士因此不時的 跑到總統府來丟雞蛋 然後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他批評馬總統 因為你經常政策反覆 缺乏決斷力 故此失筆 常常因為反對黨 或者是媒體的批評 你就政策反覆 這顯示你優柔寡斷的性格 而儘管台電虧損 但是民眾還是沒有辦法理解 你漲價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而面對民怨 最後馬總統還是決定了 把12月原本要調漲的 電價失誠的往後延了 勞退基金又傳出要破產了 馬總統不敢調高保費 因為他怕自己的聲望再次下挫 可是因為勞退要破產的消息 傳出之後 民怨開始把矛頭指向了軍公教 為什麼他們可以享有特權 這時候內閣又不得不刪減 年重問問金吵到現在還沒結束 馬總統的青年形象 他向來以此自豪 不過卻因為行政院秘書長涉灘 而被起訴就此蒙成 所以綜上這些所有的觀點 所以他們認為民眾 現在不信任馬總統 其來有自 雖然現在沒有跡象可以顯示 馬總統的主要政策會改變 或者是應該改變 但他的信譽已經如江河日下了 所以 面對勞保即將要破產 以及軍公教退休制度 等一些年進的問題 這馬總統終於是肯邀請 這三月來共同協商 而且是積極要找出解決之道了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這時間不會太晚了一點嗎 因為大家還記得 當時這勞保說要倒的時候 是什麼時間傳出來了嗎 就是今年的10月10號雙十國慶 但是距離現在算一算已經40多天了 而當時這個消息一出的時候 是引發多大的爭議 而且這勞工朋友是多慌張 你還記得嗎 這個畫面也就是當時這勞工 是憂心的擠爆了勞工局 是要來問到底要怎麼辦 才能領到我的勞本 所以我們來看 當時這行政院長是怎麼回應的 他在回應講說 大家放心 我們在三個月內 一定會提出計畫來解決來負責 結果我們看到是什麼 看到是10月18號的時候 勞委會出來了 他是告訴勞工朋友說 你們是要選擇吃50年的養春麵 還是要吃10年的牛肉麵 你們自己算 如果你們要吃50年的養春麵的話 請你跟我這樣做怎麼做呢 就是所謂的要提高保費 而且要降低所得替代率 意思就是要勞工朋友 你要腳多 而且要領少一起來救勞保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 這邊不會都是報 但是勞保要倒了 可是無依無靠 而相較之下 這軍保或者是公保 就算如果真的是有虧損的話 也是國庫會急著來貼補 而且之前還被傳出說 有一筆這所謂的年終會問金 這年年都可以領 所以這樣的消息出來之後 其實當時社會上 真的是非常的劍拔奴張 甚至是勞工朋友 跟軍公教的朋友 是變成是怎樣 仇事的狀況 那麼到最後 這行政院長陳沖才發聲 才告訴大家說 那既然是沒有法源依據的話 乾脆我們就把年終會問金 給刪除好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照顧弱勢 所以是有條件的發放 但是這邊有沒有發現一個點 就是說 這奇怪了 這馬英哲總統怎麼都沒發聲 但是在這陳沖院長 宣佈說要有條件發放 年終會問金的時候 這馬英哲總統突然 他又變身是男主角 來告訴全民說 我們這樣一砍的話 是可以省180億 好這個是題外話 但是被砍的軍公教人員 當然也就急得跳腳了 而且你看到他們說要出來 捍衛年終會問金 甚至國民黨的立委孫大謙 也是提案說要恢復 來發放年終會問金 並且還是加碼要求 要把這年終會問金來入法 但是我們就要問了 那麼這樣的國民黨已經 現在已經出現這樣內訓的一個狀況 而且身為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總統 這一次又要站在哪一邊呢 結果馬總統這一次 竟然是沒有站在第一線 來挺陳沖院長 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有一個府院高層 跳出來放話了 說這年終會問金 是不容許翻盤 但是這話也說得不清不楚 到底是要刪不容許翻盤 還是不刪不容許翻盤 不過我們說到這邊 當然這還不是一個據點 因為這年金的爭議點 還是沒有解決嘛 而我們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剛剛我們所講到的 在11月21號 也是明天的時候 這馬英九總統 是要邀請三院來共同解決 來提出這解決的方案 不過你看到現在才說要解決 我們剛剛也講到了 算一算時間 已經來到了43天 但是我們要再插一個題外話 這還真是非常像 這個Bomber的新的形容詞 叫做什麼 形容馬英九就是一個 刑事猶豫的人嘛 但是這提出方案 到底會不會是一個據點 還很難說 因為方案畢竟是方案 這馬政府究竟能不能做得到 還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我們還是先給大家 初步來看一下 其實政府年金改革 已經有了一個方向了 就是這個方向 能不能夠行得通 但是一開始 我們先給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年金的部分 其實像勞工 公教或軍人 都包括了兩個部分 哪兩個部分 像勞工包括了勞保 跟勞退這個部分 勞退這個部分 民眾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因為勞退新制 其實已經改革過了 改革過後 這個雇主每個月 從你的薪水當中 提拨6%出來的 當退休金 進入你個人專屬帳戶裡頭 這一部分你是絕對可以領得到的 但是在公教跟軍人方面 他們各自有 公保 軍保跟退輔基金這個部分 會破產的是退輔基金 勞工會破產的是勞保的這個部分 可是公保跟軍保這個部分 有政府可以負最終的撥補責任 現在勞工這個部分 還在進行延領 但是三個保其實到最後 可能都是要面臨 較多零少晚退 這樣的一個改革方向 但是我們來看看公教的這個部分 未來確定給付制 要改成確定提拨制 什麼叫確定給付制 本來假設你投保的金額是50萬 未來可以領到的是100萬 這當中包括了你投保的利息 或者是你投資的這個利潤方面 全部算在裡面 但是如果改成確定提拨制之後 就是你投保50萬 你就是只能夠領50萬了 另外一個公保養老金的部分 是因為公保還包括了 退休金跟養老金 在養老金的這個部分 本來是可以一次領取的 現在要改成 你逐月才能夠領取 因為怕政府的負擔太重 所以未來不再一次緊負了 所以在公教的這個部分 也是繳多少 領多少 晚退 是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在軍保的部分 比較特別一點 他未來要開園截流 作為他的原則 怎麼樣開園截流 他退輔基金的提拨率 未來將從12%提高到18% 因為他每提升1% 就可以將這個退輔基金 增加7.5億的收入 其實就是補這個退輔基金的漏洞 然後另外他要整合軍人課稅 截餘款 這個截餘款也是挹注在 這個軍人的退輔基金當中 來修補這個漏洞 還有修法 停止支付 雙薪 節約這個基金的支出 也就是他開園截流 好幾個這樣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請教這個段委員 其實這樣的一個改革方向 您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嗎 可是對於所有的民眾來講 感覺上 你就是要我多付錢 少領錢嗎 你怎麼樣打開民眾這個心結 因為從你郵電雙掌開始 民眾就覺得 你就是要從我荷包裡掏錢 你怎麼樣在這個狀況之下 去讓民眾心服口服的 去接受你的改革 我會不會接受你的改革方向